大火塊煮滿滿的魚翅蟹肉蝦仁一起下鍋 金黃外皮的燒雞淋上滾燙醬汁 還有這一道清蒸石斑以及豐盛的海鮮拼盤 誇張的還在後頭 一桌一隻 鮮紅飽滿的帝王蟹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的菜色 在南部吃板斗一共十二道菜 居然只要六千塊錢 台北的流水溪 你覺得跟中南部有什麼落差 就場地比較貴 所以價錢會比較貴 但是料可能南部比較實在吧 來人家把我們擦到 擦到小火山色的青麥花龍 雙大酒斑 現場很有力 場景來到中部 棗破塞把整條火生生的石斑魚抱上舞台 就是要強調食材新鮮 其實北中南三地的扮桌文化各有不同 日前就有網友在PTT發問 南部的親戚要扮桌 一桌要價五千塊錢 不知道菜色如何 南部的網友回應 五千塊的菜色很可以 北部民眾則覺得這個價格太便宜 簡直不可思議 還說就算是板斗 在北部就要一萬起跳 店要追上我們飯桌的菜色 至少要加五千到一萬塊以上的費用 而且他們飯店還要加收10%的付費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出落財 絕對是飯店他們沒辦法去比 棗破塞自豪 出手的料理絕對經濟實惠 但無論是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吃得開心 冰煮盡歡 就看消費者喜歡哪一位 三連熊江翔 採訪報導 就看消費者 好